下午2點多 中信嫌犯騎著機車 逆向衝到工廠前面 一下車惡狠狠的往裡頭走 沒多久 他的前妻衝到隔壁店家 邊打電話邊求救 中信嫌犯也跟著追了出來 老闆跟上前不斷苦勸 他才收手往外走 但隔壁的工廠已經陷入火海 中間隔壁 不要動了 對 動了 附近鄰居拉著水管猛噴 消防隊一到場 也立刻拉水柱灌咎 就跑來了 來攏隔壁店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有的 就鬆掉了 就看著就鬆出來了 而中信嫌犯則是大喇喇的 坐在椅子上等待警銷人員 這樣是招狂的 招狂喔 對啊 他就打了以後 從火候場跑出來 追著那個女的 這名37歲周信嫌犯 因為曾對妻子家暴 兩個人離婚後 前妻申請保護嶺 搬到南投市 這一間工廠上班 明明已經離婚 但他卻懷疑 前妻跟工廠老闆有交往 經常上門鬧事 還曾經丟過雞蛋 他說你不要再犯 你把心情放平靜下來 一直欠他 稍微有把他拉開 拉開以後那個女的 就趕快跑出去了 沒想到這一次 他帶著汽油彈上門理論 一言不合就朝老闆身上丟 害得他全身92%燒燙傷 送一搶救 仍有生命危險 明明已經離婚 也申請了保護令 但周信嫌犯 卻不斷上門騷擾 這一次丟汽油彈燒人 自己也被燒傷 警方偵訊後 將他依殺人未遂 公共危險 還有違反保護令 移送法辦 特別新聞陳家貴 南投採訪報導